坐下來 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是不願意 好 我以前有一段時間留在花蓮 應該是講從小二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推那個鰻魚鳥 然後我哥哥他們就幫我做一個小小的 去推鰻魚鳥 然後一天也推不到50條 這樣50圍 然後長大了以後就會去推 然後國中 我們就靠自己的能力賺學費 還有放魚網 都是為了要賺學費 直到我離開了部落 到了台北去工作 實際上到社會上 接觸到更多的事情的時候 我發現 我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那種情感跟人情 其實在台北市那個大陸會區是不存在的 我那時候非常滿心歡喜 我那時候住在四樓 我住在我哥哥家在南港 然後我就想 對面的人住的是什麼樣的一個鄰居 這樣 我就看到一個小妹妹開了門 早上七點 把媽媽拿一個菜籃子 準備要下去買菜 然後我就跟小妹妹講說你好 他媽媽馬上就把他拉進去關起來說 不要跟陌生人講話 他是可能是壞人這樣 我就覺得為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鄉下部落 看到人家都打招呼 都說吃飽了沒有 可是現在應該應該無關於吃飽的問題 現在都吃得太好 大家都提倡減肥 可是以前如果要吃飽 在我們鄉下還有一點難 因為我在我們部落 我們靠海 海岸 我們吃不到那個雞肉 吃不到豬肉 更不用講有香腸跟那個雞蛋 我最笑起我的就是荷包蛋 我非常喜歡 那我便當裡面帶什麼 因為我爸他們跟叔叔哥哥 抓到的龍蝦 如果死掉就不能賣 那收龍蝦他就不會收 那我媽媽呢 他也沒有什麼太好的廚藝 他就用吹蒸蒸 他就丟到便當這樣 然後到了學校我就不想吃 因為有腥味嘛 老師就問我 他說 吃起來 不是吧 我說我們那個老師是外省人 為什麼不是嗎 我說老師我吃不下 吃不下 那趕什麼 那個髮頭打開 我就打開他 那是什麼 我說龍蝦 老師就說給我吃 有時候是章魚這樣 還有就是新鮮的魚煎人這樣 然後通常同學都會跟我交換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荷包蛋 我其實有時候 捕魚照不 好 好 好 來小聲一點 阿爸 阿爸還在跟很多的叔叔阿姨伯伯他們講話 然後 二十幾年後回來 回去部落 然後放魚網的時候 才覺得 過去的生活真的是很苦 然後 現在去捕魚 去放魚網去捕捕這些魚貨 其實沒有太多的那種過去的想法 可是覺得說好玩 去回憶過去的生活是多麼的辛苦 但是總是忘了 我當初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回來這個部落以後 要給的東西是什麼 也不太知道 然後我就 坐在一個大內胎 然後 坐在上面 然後網子放在裡面一個沙網 然後就這樣放魚網的時候 我才感覺到大海給我的一些能量 然後坐在上面沒有辦法控制 你知道嗎 就會左三圈 右三圈這樣 很像在跳滑耳子 然後 下午三點去放魚網 第二天早上四點去收 如果太晚收的話 你的龍蝦全部都只剩下殼 為什麼呢 因為章魚很喜歡吃龍蝦 所以就很早四點就要去把它收回來 然後我坐在海上 那種感覺非常舒服 然後潤出這樣 雖然辛苦過去的生活 但是我覺得它很實在 也很充實 補多少算多少 然後我們不會就特別去爛筆這樣子 所以我就寫了這首歌 叫做海安醫院 早上往年bres 在馬來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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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